山东自前出台,关于进一步山化医药为生体质改革的意见,意见干货多多,一,却马尔无法核实身份,或者无理教肺的急救患者,得到提示,有效医疗救治,三,逐步提高相生医生的待遇水平,五,将严重精神障碍,在入门诊特殊病种支付范围,六,增加艾滋病等特殊药物免费供给,七,陷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, 全部设置中医药管理机构,昨天下午,山东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,对此进行深度解读,逐步提高相生医生待遇省医改办常务副主任,省医管办主任孟东介绍,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方面,我省将加快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,各地可在事业编织总量内,根据现有服务人口,重新核定乡镇卫生院, 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人员编制,新建和改建小区的社区卫生服务设施,要严则按照规划设计,与住宅同步规划建设和验收使用,对公众普遍关注的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待遇, 我省将切实保障政府举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经费,允许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核定的收支结余中,提取一定比例用于人员基利,提取的基利资金,不作为绩效工资调控基数, 值得注意的是,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近期需几缺和高层次人才,相应岗位没有空缺的,可突破岗位总量,最高等级和结构比例, 建制申请设置特设岗位,逐步提高相纯医生的待遇水平,今年所有县全部启动一共体建设,2018年所有县市全部启动一共体建设, 作系家庭医生签约服务,我省将作系家庭医生签约服务,明确签约服务备来源,调整签约服务相关服务项目和价格, 同时,符合规定的转诊住院患者连续计算体复线,落实普通门诊统筹和住院报销比例,实行差异化支付政策, 实施全科医生测试岗位计划同时,实施全科医生测试岗位计划,测试岗位全科医生享受所在现役公立医疗机构同类人员公司待遇, 单位内部计较工资分配可设立全科医生筋铁,达到健康旅游目的地, 在支持社会力量,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方面,将进一步放宽社会办医准入, 反复合规划条件和具备准入资质等,不得以任何理由加以限制。 今后,将及时制定新型医疗机构标准,加快推进社会办医服务创新业态升级。 另外,还将加大健康服务业开放力度,吸引境外投资者来举办高水平医疗机构,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医疗健康贸易机构,健康旅游目的地, 定期调整政府定价的医疗服务价格,加快推进按病种收费改革, 在完善医疗保障制度方面,将建立医保政策定期协调会生机制, 对医保基金运行情况进行定期分析。 定期通报,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情况, 鼓励商街保险金融,参与基本医保经版服务。 定期组织第三方,开展医保基金绩效评划, 规范医保资金结算程序和实现, 我省还将改革支付方式,加快推进与临床路径管理, 为基础的按病种收费改革。 明确医保支付和个人支付比例, 全面推行以按病种付费为主, 按人头付费, 床日付费, 总额付费等多元复合式支付方式改革, 积极探索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制度改革。 另外,加大医保基金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支持力度, 使得拉开各级医疗机构之间的支付比例, 将严重精神障碍, 在洁湖等, 纳入门诊特殊病种支付范围, 增加艾滋病废结合等特殊药物免费供给, 无省相规范, 药品流通环节, 控制老品耗材价格需高, 结合健康俗品, 严重精神障碍和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, 家庭医生签略服务, 加强特殊人群基本用药保障, 增加艾滋病, 结合病防治的特殊药物免费供给, 对短缺药品时时间测预警, 分析应对, 在药品、机性、 耗权采购方面, 无省将建立完善医生为单位的集中采购和医疗卫生机构, 自主采购有机结合的药品集中采购新机制, 进一步突出, 医疗机构在药品采购中的主体地位, 鼓励医疗机构加大低价要采购, 使用力度合理制定药品以保质不标准, 建立公开透明, 多方参与的价格谈判机制, 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因此禁止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方面, 无省将和日奥紧快实现, 以制品为中心, 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, 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, 推进全民健康生活方式专项行动, 鼓励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开展健康管理服务,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所持人员经费, 公用经费和协务经费, 根据人员编制, 任完成系考核情况, 由政府按照综合预算原则予以保障, 同时, 完善重大疾病的救助保障机制, 加大对符合条件的艾滋病, 严重精神障碍, 最洁湖的重大疾病患者救助保障力度, 建立健全多部门联动的疾病应急救助机构监管机制, 确保无法核实身份, 或者无理教肺的机构患者, 得到及时有效医疗救治, 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多了应收进收, 应治尽致, 应管尽管, 每张使用中草药医保安比例到消停后, 我省将加快推进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, 支持中医药特色优势发挥, 制定山东省中医药条例, 现级以上类生行政部门, 全部设置中医药管理机构, 我省将进一步加大财政, 医保本相关政策支持, 按规定将中医整疗项目集中药院内制剂, 纳入医保支付发来, 每张使用中草药及中医市医技术, 医保余医地比例报销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